据其佳人称 美国奥运选手 湾区传奇游泳教练 理查德·桑顿周四 在圣克鲁斯冲浪时去世 他今年65岁 据湾城新闻报道 索顿是一位备受赞誉的游泳教练 曾训练过奥运会决赛选手 世界锦标赛决赛选手 和欧洲锦标赛决赛选手 自1984年起 担任圣拉蒙古水上运动队的主教练 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获得体育教育学士学位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他曾在巴黎、日本和巴西 执教过美国国家队和青少年国家队 桑顿曾被评为太平洋年度最佳游泳教练 并在1994年至2000年间 连续6年获得提名 桑顿的父亲诺特·桑顿 曾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游泳教练30多年 直到2007年退休 被诱为美国大学教练泰斗之一 在此期间 诺特带领金雄队 夺得了48次获得NCAA个人和接力冠军 并于1988年和1992年 担任美国男子奥林匹克游泳队助理教练 太平洋游泳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理查德桑顿的突然去世是游泳界的巨大损失